現在就來試看看這個新制圖的操作 基本上其實你打開這個軟體之後 你看從這邊建新檔案 有沒有發現他現在就給你犯本了 2012之後他犯本就直接開在這邊 以前是你直接用選的 好那現在他還有這個縮圖 所以其實你從這裡面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 對不對大多數 大多數 那所以萬一如果你沒有找到你要的 你可以自己增加自己的 比如說你做好一個 我也會當作一個稱棚 就由這邊來繼續用 所以這樣也是可以 我們以最簡單的你看像這個就是中心主題 像這樣就直接出來了 好OK 那先有的中心主題之後 你可能就要我要增加第二個主題 比如說我們今天的話 這個 好 超文權 那我可能就要想超文權可以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你看上面這裡 剛開始其實你可以從這邊 從這邊去增加或按右鍵都可以 可是我會比較建議各位 因為以後你比較熟悉之後 你就可以寄一點點快速鍵 快速鍵非常簡單 好 Enter跟insert而已 Enter跟那個鍵盤上的insert插入 就這樣而已 所以你看我現在要插入一個主題 它叫做什麼 在它的後方 有沒有 這是Enter 你看它的快速鍵在後面 對不對 欸 我就增加一個 好 去哪裡 對不對 好 那如果你是去哪裡 我就想到而已 它後面還有 你看這個是要插入 在它後面有一個分支 這叫分支主題 好分支主題 那麼 如果說萬一你在做的時候 我又不想要用這種 有中心輻射的手搭蛋 你看右手邊這裡 好 點到這邊之後 我把下面先收起來 點到它 在這裡有沒有很多不一樣的 所以不是說不能改 剛剛的版本之前幫你併好而已 好 預測只是這樣 那我就可以改看看 如果你想要用這個所謂數字狀的 還是像這一種的 有沒有 邏輯符 這樣是不是就變了 它馬上變 而且 不是只有這裡可以變 因為我有些時候可能是什麼 邏輯圖裡面我又包含樹杖圖 又包含那個格子的 表格式的 所以你每一個主題都可以個別訂立 因為有些時候內容多寡 那我們可以用這樣去做調整 所以點到它 你看點到它 又可以改變 有沒有 好 那這邊 我們這邊哪裡可以泡溫泉 關子嶺 關子嶺對不對 關子嶺對不對 還有哪裡 梅山有沒有 假的也沒關係 這樣有假的溫泉 用那個粉的 因為我剛剛是從梅山那邊繞過來 就沒有從主題 好 所以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這個主題去哪裡 跟它 人事實地物嘛對不對 要跟誰去啊 對不對 然後呢 你看 我說用快速鍵 好 我按Enter對不對 Enter就是下一個主題 好 所以這樣就可以進來 那跟誰啊 然後呢 時間啊 對不對 地點 還有什麼 這邊 那如果不要 就Delete掉就好了 那麼如果你要的時間 可能 大家會有不同的時間 你就可以 你按右鍵也有 有沒有 分支主題 當然 你要新增 萬一這個 順序有錯 比如說我的地優先是沒單 那你可以這樣拉上來 新制圖 不管是哪一種的 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 很隨性 就是編輯上你有很大的彈性 所以萬一你要做調整 不對喔 這個應該是在這裡 有沒有拿下來就好了 對不對 你千萬不要用那個 微軟裡面那個叫什麼 我們Word有些人會插入那個組織圖 你也有會 因為它就一個月面而已 你常常會發現我的東西比較多 糟糕 真的是很難編輯 雖然也是不錯用 但是就是 這樣就 不是那麼好編輯 所以 新制圖就在這邊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們剛剛呢 就先 用了兩個 一個就是說 你怎麼插入主題 再來分支主題 然後呢 你可以調整 你不同主題的什麼 那個 要它的架構 類型 你可以直接做改變 就在右手邊那邊 大家都稍微實際操作一下 剛剛老師講的泡溫泉這邊 比如說我這邊要換行 怎麼辦 你按Enter就結束了 對不對 所以 Shift加Enter 就是直接換下一行 好 這個 像這樣做一個 Demo 比如說這是班遊 對不對 對不對 OK 那麼 我們再來看 像剛剛 其實你也可以直接複製的 比如說 有些時候我們的資料 可能是來自網頁上 對不對 或者說 這個東西 我把它直接複製到下面 有沒有 貼上就好了 就可以 另外呢 你也可以從這裡 好 像我們在這邊 假設我來找一個 這一個 把它複製起來 那你複製起來之後 我就點在這裡 直接貼上 有沒有就變成下一層 對不對 有需要你再進來 多多兩下 直接進來編輯就好了 好就進來編輯 那麼 現在呢 你可能還會有一個需求 就是 我這裡面 我可能會有一些圖片 對不對 泡湯 找個泡湯的圖 好 那 你有幾種方法 一種是按右鍵 它本身就有一些圖標 也就是 那些圖式 比較小的 你可以找看看 比如說我的可能是優先順序 我執行的時候要 1234 那這樣有優先順序的 表情的 任務的完成度 對不對 這些比較 一般的 像這樣子的 泡湯的 我看一下 這裡 沒有 只有 喝咖啡而已 所以呢 不太適合 那沒關係 我們就 點到它之後 你把它delete就好了 點到它delete掉 有沒有 不過 你要delete的時候 注意一下 你一點它跑這個出來嘛 所以你先 點到旁邊 當然消失 可是這個是來選到 這裡它有點小bug 直接這樣delete 那 沒有關係 我就上網 找一下 泡湯的 一般各位 用那個什麼 用Google的搜尋 都怎麼用 平常導圖就是直接拿到泡湯 是這樣嗎 有沒有用過其他方法 什麼叫其他方法 因為如果今天我泡湯 是因為你知道這個主題 整名字了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一個經驗就是 這個人 我就看過啊 我就想不出來他是誰 你只有那個印象 只有那張圖片 但是我不知道是誰 或者你有看過一幅畫 可是 我又不知道他是 是 是誰 誰畫的 那請問你用搜尋 你怎麼告訴他 把腦袋伸進去 他掃描一下 所以 如果你有那張圖片的話 你可以用手機拍下來嘛 對不對 對現在對你走也很方便 或者相機拍下來之後 叫他找給你看 你看喔 比如說 假設我今天 我看一下我這裡有沒有 這個 看一下 好假設這一張 我又不知道他們是誰對不對 所以呢我就 借用一下 你沒有用過這樣找圖 他就把這一張傳上去然後用這一張去找 找看看有沒有他們 才發現原來有這些人 跟他類似的 當然因為他們都是學生所以 站著姿勢一樣而已 有沒有 不見得找得到對不對 因為他們的照片沒有公佈在網站上 FB的一般大部分來講是查不到的 因為他要登錄嘛 所以 有沒有 不一樣的方式對不對 所以 你可以找看看 你看我 我看一下我裡面還有沒有別的 這裡 看一下 好 找這一張好 這個網路上就有 拉進來 不過這個功能各位要注入一下 你只能用Google的流氧器 你用阿姨 沒效 來 你看我找了 我就發現有一些跟他類似的有沒有 另外有一種情形 我會這樣用 是什麼情形 就是 當我的圖是比較小張的 我想找看網路上有沒有比較大張的 好 你可以像這樣去找 你可以找有沒有 你看這個 去找所有大小或者不同版型的 類似的 這樣 是不是就比較OK 對不對 當然你也可以利用這個方法找什麼 你知道嗎 點到他之後 你可以找 跟他有這些網頁 剛剛那些圖片 裡面 跟他相關的這些網頁資料 就是我們剛剛是不是找圖的 對不對 你直接切過來就好了 有沒有 他就把那關鍵字帶過來 那當然你也可以 像我們剛剛這樣去搜尋的時候 丟進來 你可以發現上面這裡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對不對 跟他相關的 那 還有一種 方式是什麼 比如說如果你是這樣找 你也可以在他浮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 浮出來的時候 比如說我找一張圖片一個關鍵字進去 泡湯 我們真的找泡湯 好 一堆 好 看這個比較養眼對不對 好 這個沒有露三點沒關係 大家都超過20歲 好 你看我就把這張丟過來找跟他相關的有沒有 你了解嗎 所以你搜圖片也可以這樣用 那不管怎麼樣 我找到圖了 按右鍵 複製 你拿到這邊 我現在是不是點到他 有沒有進來了 這樣了解 所以 當然你進來萬一要調整大小你可以調一下 按出去的跟我的都一樣 按出去的調整大小 萬一如果這一張 不要放在這裡 你要放在下面的話 就會要稍微有一點小技巧 要慢慢往下 有沒有 這樣可以 好我把畫面就還給你了 所以我們剛剛 兩個方法 一個呢 如果是文字的比較簡單 貼上去 就會變成下一層 好會變成下一層 那圖片的更簡單 只是說 你都學會一種 找圖片的方法 找圖片 沒有關鍵字 沒關係 有圖也可以